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我们需要了解人口趋势是因为人口的变化会影响经济发展 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 和用什么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 我认识一个日本的预测机构 这个比较官方的 那么我见到这个人好多年前 他说我们预测经济增长的变量只有一个 就是人口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过去都知道 大家把模型里的加很多很多的变量 每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 但是他说我不要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带有随机性 扰动性 我就加一个稳定的 长期的 最后就是这个人口能够把经测测得最准 它是一个最稳定的预测依据 包括宏观经济的大势 结构 产业结构的特征 那么产业的发展趋向 哪些产业最有发展前途 哪些产业可能会成为夕阳西下 从微观的角度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些方面我们应该去追逐 成为商机 我们过去听到的会说 说影响经济增长 有技术变迁 是吧 有这个某种特殊的自然资源 比如有石油 有煤炭等等 那么但是呢 从上个世纪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相当多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 它有一个特点 叫做得益于人口红利 所以呢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红利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人口 格局 比如说年龄结构 如果一个社会工作的人 就是我们叫劳动年龄人口 从15岁到59岁这段人口 他是不断增长的 而且他占的比重也非常的高 那么大家就可以说 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那句话 叫食之者寡 生之者重 是吧 就是干活的人多 生产的人多 自然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那么反过来如果都是孩子 或者更多的是老人 那么相对来说 它的生产性就要差得多 人口是什么样的结构 非常重要 世界银行是世界宏观经济 全世界范围宏观经济判断的一个权威机构 相应的呢 它也就是一个宏观经济指标 数据的一个权威机构 按照这个国家人口结构决定了 它是不是能够享受潜在的人口红利的特征 它来把国家分成了四类吧 分别叫做前人口红利 大部分都是新生孩子 青少年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 第二类呢 早期人口红利 这批过去生的孩子 现在录取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了 成为劳动力 还有晚期人口红利组 劳动力年龄变大 但是呢 还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那么还有后人口红利组 人口红利大势已去 总体上来说 这个前人口红利组 就是现在的低收入国家 早期人口红利组 就是现在的中等天下收入国家 晚期人口红利组 正好对应的是中等天上收入国家 后人口红利组 就是对应的高收入国家 从这个图啊 我们不要看那么复杂 就看最近这几年 前人口红利组和后人口红利组 都是没有人口红利的 因此呢 它的经济增长速度 也就差一些的 那么真正增长最快的 还是在早期和晚期人口红利组 有人口红利和没人口红利 确实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这个非常宏观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想象哈 中国经济的大使 中国未来有没有人口红利 或者还能不能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呢 对我们未来的发展 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你决定不了这些条件 但是你必须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说了半天呢 这是开场白 我们大体上呢 从这么几个部分啊 第一部分我们看一看 中国的人口变化 带来新的国情的变化 我把它叫做三大新国情 第二部分呢 人口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 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可能是给我们一些机会 第三个部分呢 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 迅速的消失 这个是结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经济发展 还有没有自身的比较优势 能不能在国际上 占据自己的地位 那么我觉得呢 还可能有一些新的 比较优势的机会 我们把它叫做 比较优势的拓展版 或者新版本 第四部分 既然讲人口 人口中有不同的群体 从微观的角度说呢 说这些群体 或许也是我 经营企业或者创业 应该关注的 一定有点 intention 这个部分 做 Qur Jesús